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24日 车子向澳伦敦打笔 应超第23轮 车路市主场迎战热刺 上半场马克杜薛迪彩踏犯规引发争议 哈利卡尼入球无效 下半场夏基姆 薛耶智世界波 泰亚高 施滑头锤破门 最终车路市2比0热刺 赛季第四次击败对手 比赛刚开始 罗美路 卢卡古禁区侧身扫射打高 11分钟 夏基姆 薛耶智内切远射 皮球被罗里斯双拳挡出 40分钟 哈利 卡尼禁区转身扫射破门 随后球正示意哈利 卡尼推跌泰亚高 施滑在先 入球无效 32分钟 美晨 慢至船中 罗美路 卢卡古前点踢空 导致后点滴戈林 赫尘闹杜尔有点不知所措 45分钟 泰亚高 施滑脚球投锤攻门 稍稍高出球门 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站成0比0进入更衣室 一边再站 47分钟 夏基姆 薛耶智进区外横摆一步后 直接都射丝脚破门 车路是1比0领先 48分钟 夏基姆 薛耶智差点再入一球 罗里斯神扑就险 55分钟 美晨 慢至前场阀球开出 泰亚高施滑人群中投锤破门 车路是2比0领先 68分钟 卢卡古转身抽射 球被罗里斯扑出 86分钟 哈利卡尼近距离投锤 被阿丽莎巴拉加扑出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车路是以2比0战胜热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